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4月24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潘嘉晴 首先和大家一個今日的新聞提要 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 說克里米亞屬於俄羅斯的言論 引起歐洲強烈不滿 80名歐洲議員呼籲將他驅逐出歐盟 中國城鎮四人當中就有一人吃黃糧 有學者擔憂會壓垮中國政府的財政 中國幼稚園洗腦教育要求學生互相舉報 評論指摧毀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 詳細的新聞內容 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作為戰狼外交官的代表人物 再發玩火言論 說前蘇聯解體國家不具有主權地位 引起歐洲人強烈不滿 80名歐洲議員更聯名發公開信 呼籲法國驅逐盧沙野 中國外交部週一也急忙澄清 這是盧沙野的個人觀點 中國官方立場與盧沙野不同 尊重歐洲各國主權地位 聽聽情文報導 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依然沒有改戰狼外交官的風格 日前在接受法國媒體採訪的時候 就法國總統馬克龍訪話 台海問題、美中衝突和俄會戰爭以及中國人權等問題 接連發出玩火言論 其中盧沙野發出否認14個前蘇聯解體國家 具有主權地位的言論 更引發了歐盟、烏克蘭和波羅的海三國外交層面的評擊 80名歐洲議員也呼籲法國將盧沙野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上星期五 盧沙野接受法國電視新聞台專訪的時候 當主持人問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的時候 問盧沙野克里米亞是否屬於烏克蘭 盧沙野就聲稱不一定 在主持人提示他 在《國際法》上克里是屬於烏克蘭之後 盧沙野又聲稱這是歷史問題 克里米亞最早屬於俄羅斯 在蘇聯時代克魯曉夫將他送給烏克蘭 繼而盧沙野任意發揮說 根據《國際法》 這些前蘇聯國家不是實質的主權國家 因為沒有國際協議 來具體定位他們的主權國家地位 那個言論隨即引起了愛沙尼亞、 納陶宇和拉脫維亞等波羅的海國家的強烈譴責 並且要求北京作出解釋 而烏克蘭駐法國大使奧梅利·勤科 也在推特上嘲諷說 中國在克里米亞的歸屬問題上再次暴露 下次應該擴展到誰擁有海參威的問題 蘇聯帝國早已不存在 克里米亞屬於烏克蘭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 星期日表示 盧沙野的言論不可接受 上星期六 法國外交部也發表聲明 對盧沙野相關言論感到驚惡 並且要求北京澄清立場 強調俄羅斯在2014年佔領克里米亞 在國際法上是非法行為 80名歐洲議員 亦在星期日聯合在法國《世界報》發表公開信 呼籲法國外長科隆立 盡快宣布盧沙野是不受歡迎的人物 公開信認為 盧沙野這些言論明顯違反了國際法 必須視為對法國和法國的歐盟伙伴國 完全構成威脅 這種言論是遠遠超出可以接受的外交話語範圍 是最差的戰狼言論 必須予以回應 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在星期一的例行記者會上 多次被問到 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的言論 是否代表中方的官方立場 毛寧就強調 中方尊重各國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 維護聯合國憲章中指和原則 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期後 亦公開表明 盧沙野有關言論 即屬於盧沙野個人意見 並非政治表態 促請外界不要反應過度 中國外交部強調尊重所有前蘇聯國家的主權地位 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原本把盧沙野的訪問內容 以中文和法文上載到大使館的微信公眾號 但在星期一就已經下架 大使館的網站也找不到當日的訪問 而中國駐色尼總領館前政治領事陳勇林 向本台表示 盧沙野是外交學院畢業的 應該智曉國際法常識 但他不斷發出戰狼言論 應該是領會到習近平戰狼外交思想的精髓 陳勇林也表示 歐盟國家應該透過盧沙野的言論 看到中俄是綁定的聯盟 法國時評人王龍蒙在接受本台採訪時指出 在俄烏戰爭之後 波羅的海三國和東歐的捷克和波蘭等 早已打破德法壟斷的歐盟話語權 預料盧沙野這次踢到鐵板 然後東歐和波羅的海三國發揮了極重要的作用 打破了德法壟斷歐盟話語權的格局 盧沙野這次惹怒了歐盟國家中的前蘇聯國家 今天是歐盟外長會議 相信歐洲與中國的關係會因此漩入冰點 王龍蒙也希望歐盟國家透過這次事件 看清中國無辦法在俄烏戰爭當中 扮演和平角色 歐盟應該盡快擺脫對華爾依賴 王和馮特萊恩去了中國 都指望中國能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中 發揮重要的作用 北京也一直承諾促成烏克蘭的和平 盧沙野這句話撕破了這些偽裝 歐盟國家必須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不要再相信中國 在經濟上也要盡快擺脫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盧沙野從四歲開始學習法語 早年在南京外語學院畢業 精通英語和法語 近年成為戰狼外交的代表人物 在擔任中國駐加拿大大使期間 正遭逢孟晚舟被捕 他大肆指責西方國家採取雙重標準 2019年7月 他調任中國駐法國大使 其後在新冠疫情當中 多次發表對疫情卸責的言論 並且用粗皮語言指責批評中共當局的法國學者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中國近年經濟不穩下 吃黃糧的人口比例持續攀升 本台整理最近10年官方數字 發現在就業人數持續下行下 而公共報名的人員就逐年上升 最新更佔就業人口比例達到23% 近4,000萬人 有中國的經濟學者向本台分析指 中國經濟衰退加速 加上大批民企倒閉潮 百姓越來越傾向爭奪鐵飯門求個安穩 但當財政供養人員過份膨脹下 恐怕會壓垮中國的財政 聽聽李若如報導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現有最新數據 城鎮單位總就業人口 由大約1.8億人逐年跌到1.7億 而公共部門人員包括教育、公共管理 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 由大約3,300萬人升至大約4,000萬人 公共部門人員佔就業人口的比重 就由大約18%升至23% 另外同期公務員報考人數 由2013年的近137萬人報名 平均競爭比率是66比1 急增到今年的250萬 創近10年來新高 平均競爭比率是60.5比1 官方聲稱 每年經由全國公務員總招錄人數 維持大約20萬人 但今年2月中 2023年多省公務員 博焦超50% 登上來地熱手 包括甘肅、雲南、廣西、內蒙古、甘肅、博焦的規模 高達79.7% 而雲南也都接近60% 中國金融學者司令向本台說 事實上中國政府過去一直想徵兵簡正 擺脫龐大的公共財政負擔 以現時的數字來看 似乎不就效 也都反映中國現時經濟加速衰退 老百姓文不聊生的其中一個真實寫照 校公務員已經變成大家在當下中國經濟的援助 地方政府為了滑前坑 令永遠反難問題越趨嚴重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其實就飽受 公眾相關的機構臃腫 行政效率低下 這個體制性的弊端其實是長期存在的 這也是中國政府十分頭疼的 想要甩掉的一個包袱 所以說中國政府想要精兵簡正 過去每10年 中國的國務院都會進行一次大的機構改革 那麼每一次機構改革 基本上全部都是把人員給精簡 中國現在經濟下性壓力如此之大 遭遇到了過去幾十年 從來沒有過經濟衰退的情況下 那麼中國人仍然把公務員當成一個金飯碗 這恰恰就說明他們沒有別的更好的選擇 至於重體食黃糧的人數有多少呢? 2008年之後 中國國家統計局聲稱 在武就財政公養人員總數進行過統計 在公務員人數方面 官方自從2016年後公佈的 大約720萬人之後 就一直拒絕交代 不過外界估計 年同年年增長的 焦陸公務員人數和公共部門人數 估算達到超過6千萬至8千萬人 平均10至30個中國人養活一個公務員 其中中共黨媒人民網 2016年曾經報導 引述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 中國財政公養人員達到5千萬人 根據國家統計局出版的 《中國統計年鑑2022》顯示 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數 如果以保守估計的6千萬財政公養人員 每年單是公養貼飯碗 就要洗6.4萬億元人民幣 長佔當年 全國一般公共預算 支出26萬億人民幣 大約24% 司令認為 官民佔比差距 未來只會越來越嚴重 恐怕進一步拖垮政府財政 今年事實上中國並沒有實現什麼經濟的開門紅 現在中國新一代的年輕人不再是像以前那樣的 有更多的民營企業可以選擇 現在民營企業甚至包括部分的上市公司 整體的裁員的情況已經是汹湧般如潮水 同時中國政府的這個財政拮据的情況 也已經是初見端倪了 這個市場上的民營企業包括各個市場主體 當他們這個產品賣不出去 當他們紛紛倒閉 整體上經營狀況很差的時候 事實上他們也沒有那麼多錢去交稅 也就很難想像中國政府能夠 還有足夠的財力 從財政資金那裡撥付出那麼多的資金 來用來維持整個中國 五級政府 那麼超過幾千萬的人員要張口吃飯 本台上個月曾經報導 《財政部公布的最新財政收支資料》顯示 今年前兩個月 中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 是大約4.6萬億元人民幣 同比下降1.2% 全國稅收入就有大約3.9萬億元人民幣 同比下降3.3% 同時《路透社》也報導 中國現在地方政府背負66兆人民幣 巨額債務 而且還在持續增加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李若如報導 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率領紀律部隊首長 展開4天的內地訪問行程 包括前往北京、廣州和深圳 對於期間會不會匯報《基本法》23條的立法進度 他指希望能夠在今年 或最遲在明年完成立法工作 評論認為北京掌握23條立法死線 相信立法為民間帶來寒蟬效應 已經延伸到建制派 聽下董書月報導 鄧炳強星期四早上啟程前往北京訪問 被問會不會討論《基本法》23條立法工作 他說不便討論內容細節 強調一定會盡快進行 二十三條立法既是我們獻證的責任 亦有實際的需要 我們以往面對這麼多國家安全和香港安全的風險 我們二十三條一定會盡快去做 希望能夠在今年或最遲明年完成立法工作 我們一定要衡量以往發生的風險 現在的風險和將來面對的挑戰 從而令我們立法要立好立制 能夠有效率面對將來的挑戰 外界一直關注 23條立法的具體時間表 今次鄧炳強訪經會不會加快討論立法工作 香港時事評論員劉瑞兆星期一對本台說 《基本法》23條立法勢在必行 死線早已定了 並掌握在北京手裡 究竟他如何判斷香港、國際、大陸、兩岸之間的具體時間 這個我想最主要不是香港,而是大陸方面 而香港必定是反映大陸具體決策的行動 至於那個方向性的問題是從來都沒有質疑過 甚至上是沒有第二種說法 其實在今年之內 或者在不遲過明年 立法都是李家超上台時說 他去年已經說過 所以口徑從來沒有改變 劉瑞兆又說 在官方眼中 23條立法有助維護國家安全 但對於民間來說 市民已經感覺到 韓蟬效應已經延伸到建制派 如果從民間的角度 因為現在那個言論空間已經是比官方所說的更加收窄 包括建制 大家可以看看立法會 立法會本來由建制主導以至壟斷 香港社會對於《基本法》23條立法組有如論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今月13日起 一年6日訪港考察 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說 香港法要處理《基本法》23條立法 夏寶龍訪港有利分為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董書宇報導 在香港 由於中共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一前提到遊行不代表利益訴求唯一的方式 五一遊行最終能否舉行引起關注 保安局長鄧炳強周一說 活動組織者 不能將所有維持活動的安全責任交給警方 又宣稱活動組織者 如果未能盡責或刻意不盡責 可能要附上相關的法律責任 申辦五一遊行的前職工盟成員認為 按現在香港的治安 相信警方絕對有能力處理500人的遊行 聽聽《純音》報導 已經離職的職工盟前主席王阿元 和前江市道振浩 早前以個人名義申請五一遊行 他們日前在社交平台Facebook發文說 希望當局不要再誇大遊行被騎劫的風險 遊行舉辦方無供權力避免活動被騎劫 部安局長鄧炳強 星期一主動反駁說 活動組織者不能將所有維持活動的安全責任交給警方 應該確保活動在安全和有罪的情況下發生 不受干預和騎劫 他被認為有關公眾活動的安全風險確實存在 任何人去刻意淡化這些活動所帶來的風險 甚至告訴你沒事的 你出來吧 安全的 這些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任何的組織這些工作活動人士是有一個積極的責任 你不是說我組織了 劈低了 你警方搞定了 我什麼都不做 不是這樣的 鄧炳強又說 如果活動組織者未能盡責任 或者刻意不盡責任 可能要因應情況負上相關法律責任 他說 會按法例在規定時限前通知組織人士 活動是否獲不反對通知書 以及相關附加條件 黃藍元星期一在電台節目說 警方未有定出下次會面日期 期望盡快獲知警方會不會額外提出條件 但他說傾向和往年五一遊行一樣 希望沒有額外條件 他重申 按現時香港治安 相信警方絕對有能力處理500人的遊行 關於這個暴力團火騎腳 首先問題是否真的會有暴力團火出現 黃藍元和杜鎮豪上星期五 應邀與警方開會 至今尚未獲警方不反對通知書 他們曾提及 與警方會面試 警方曾出示遊行活動Facebook專頁的留言截圖 分別為 即使在英國也支持大家 加油 以及一位網民Frankie Tran說 需不需要帶工具? Frankie Tran的留言 或令人質疑是否與所謂暴力團火有關聯 遊行或被騎劫等 不過本台再翻查留言者 Frankie Tran的個人Facebook 就發現他不時分享一些 反送中示威者被判刑等的新聞 並說 這隻老殘蟑螂說自己是Party Room 角色扮演示威者 並非真正的示威者 另外有分享47人初選案的新聞 說同場加映二五反骨鬼頭仔互片 互督互相撕殺 擔定凳仔賣定花生 坐定定看好戲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順音報導 中國的幼兒教育近日引起各界的關注 重慶一間幼兒園的老師召開告狀大會 被網民炮轟 另外廣東一間幼兒園五歲的幼童 梅福老師 上學為了移民英國 該幼兒園的教師 被指教育失職遭到當局調查 聽聽情文報導 近幾年中國對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 從未間斷 包括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說過 革命傳統教育要從娃娃爪起 既注重知識灌輸 又要加強情感培育 使紅色基因甚進血液浸入心扉 引導廣大青少年樹立正確的世界觀等 在重慶 由幼兒園老師組織大班學生召開第一屆告狀大會 要求五歲的幼童互相舉報 在一段影片當中 幼童他們在老師面前排隊舉報同學 老師就宣布第一屆大會開始 大一班第一屆告狀大會現在開始 在上述的影片中 十幾個孩子排隊在老師面前舉報同學 眾多網民幾乎一面倒地批評那位老師教壞了孩子 教孩子告密是教疏罪 是魔鬼教育 下一步會揭發老師和父母 網民就質問說 這是教育的目的嗎? 鄭周前中學班主任賈寧敏對本台說 這樣的告狀大會讓孩子人人自危 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 在文革期間 曾經出現過互相舉報、互相批判 毛澤東時代提出的風橋經驗 就是發動群眾鬥群眾 用民眾互相監督、人人為敵 近幾年 官媒《人民日報》多次提及風橋經驗 說要堅持發展風橋經驗 另外近期廣東某間幼稚園內 一名5歲的男童被老師問他為什麼要上學的時候 他面對鏡頭說 自己長大不想要在中國住了 想要去英國 上述的對話先出現在社交平台抖音 後來在微博燈上熱手 一部分網民認為這個孩子太自私了 竟然讀書是為了出國 長大之後還不是成為漢奸 不應該去查一下他的家長嗎? 另外有網民認為 如果連幾歲的孩子 說話的自由都要扼殺 那麼學校將會培養出一個個的傻子 並且說 遷洗自由權 是現代社會公民 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 山東一位有兩個孩子的家長張先生 今天星期一 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的時候說 這兩天 微信群組都在討論這件事 本來幼兒園主要就是看護孩子 現在就能強調教育的意識形態 張先生說 中國對孩子的教育目的是愛國 也就是要愛黨 目前因為那名男童的言論 那間幼兒園被教育部門 以教師的教育失職為理由 被當局調查 還有網民竟然建議 建立禁止幼兒園 發表不當言論制度 聲稱要保護友誼的所謂健康成長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接下來我們有幾則新聞簡訊 聽聽吳海文跟大家說說 先看看香港 2020年元旦日 香港多區出現示威 要求改善管治和民主改革 有示威人士其後和警方爆發衝突 一名現年26歲的地盤工人 被指當日在旺角 拳打一名美徐拍攝示威者的便衣警員 翻臉和頭 該警員之後倒地 然後再遭多人圍偶私了 被告早前經審訊之後 被裁定一項襲警罪成 普通襲擊罪就不成立 案件星期一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判刑 裁判官司祖堯判被告入獄14個月 而在2019年12月反修例運動期間 警方聲稱在全港多處檢獲槍械等為禁物品 最終港府首次引用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 檢控10人 其中一名涉案的24歲男子被指涉嫌和另一名女子 干凡另一項串謀提供或囚集財產以作恐怖主義行為罪 案件星期一提訊 控方申請押後到6月15日再訊 女被告逐准保釋外出 至於另一名被告就繼續還押 她已被還押超過40個月 韓國總統尹錫悦準備在星期一 啟程前往美國首都華盛頓進行國視訪問 在她出訪前夕 白宮向青亞台提出請求 只如北京禁止總部位於愛達河州的微光公司 在華銷售晶片的話 韓國政府最好也制約該國晶片製造商 不要向中國供貨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 中國在今個月對微光進行國家安全審查 目前還未清楚中國網絡空間管理局 在調查後是否會採取懲罰性行動 紫黑總統柏維爾 在星期四和星期五訪問布魯塞爾期間 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講到歐盟、美國和中國的關係 她呼籲美國、歐洲和其他民主國家之間 採取聯合和平衡的戰略 以應對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政治和金融挑戰 同時避免民主陣營出現內部分歧 更多詳盡的新聞和評論節目 請到本台的官網收聽收睇 自由亞洲電台這一節的廣東話節目報道完畢 多謝收聽 再見 這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